他们就给我说改天再聊 那他就是想告诉你不想聊了 改天请你吃饭呢 就是想让你自己吃点 那改天见 那就是不想和你相见 我说你这个是什么朋友 是前男友吗 哎 家宝 今天 明天 昨天 星期天 我都知道是哪一天 但是有一个经常听中国人说的天 我就不知道是哪一天 天 你说的是什么天 改天 是哪一天 改天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天 经常给中国朋友打电话或发微信的时候 他们就给我说改天再聊 那他就是想告诉你不想聊了 改天请你吃饭呢 就是想让你自己吃点 那改天见 那就是不想和你见面 我说你这个是什么朋友 是前男友吗 怎么这么不想和你见面 还有其他中国朋友 我也不好意思问 他们到底说的是哪一天 其实这个你不必要当真 改天让你做什么事 我们中国朋友经常会说 但是它是一种委婉的结束语 你可以理解成为再见的语言 这我就明白了 原来我每天都在家等着 那些改天请我吃饭的中国朋友们 请我吃饭 那你千万不要再等了 中国人想要请你吃饭 他会说出一个具体的日期 比如说 小小 我今晚想请你吃饭 我下周末想请你吃饭 而且我们表达再见 也不会那么直接 会委婉的说一句 小小 你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吗 不一定想真的想知道你 接下来做什么 但是表达的意思是 我想要离开了 这回我就明白了 明白了 好 那咱们这期就录制成功了 小小 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吗 没安排 改天我请你吃饭吧 改天是哪一天 改天 其实这个你不必要当真 改天让你做什么事 中国朋友经常会说 但是它是一种委婉的结束语 你可以理解成为再见的意思 中国人想要请你吃饭 他会说出一个具体的日期 比如说 我们表达再见 也不会那么直接 会委婉的说一句 小小 你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吗 嗨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